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近日德国一家在线服装定制公司 公开出售两款印有乳华字样的服装 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 立即引起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高度关注 每月9号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表声明 对涉事公司表示强烈不满 要求这家公司停止出售印有乳华字样的服装 并向中方道歉 可10号时这家涉事公司竟然发表声明 辩称所受服装上的印刷内容并无政治立场 拒绝将这两款服装下架 这家公司还表示无意批判任何人 对中方因服装上的印刷内容感到被侮辱而表示道歉 对此中国驻德国大使馆11号再次发表声明说 涉事公司10号所做的声明不是在真正道歉 而是在为自己纵容侮辱歧视行为做辩解 中方再次强烈要求涉事公司将所有乳华产品下架 并向中方真诚道歉